第二問題再來 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 中美貿易大戰 其實在好幾年前 就已經有一些 各方的學者 有提出來 可能在2014年或2015年 就已經提出來說 接下來不管是美國誰當選 都會往這個方向去走 就是中美貿易會有長期對抗的狀況 那這些人 他們也 目前到了現在這個階段他們也去 提出一些看法就是基本上 不管說認為中國 接下來是會 是會就是像 何清漣他們講的是說是會 或者是說像有另外一派講的是說 可能會 會崩潰然後變成 類似像朱夏之類的狀況 那但是他們可能都他們都有提出一個 一個看法就是台海可能 在接下來的五到十年之內 可能會發生戰爭 我想說請董事長 您對這個東西的看法 或者是說我們目前 是不是還有一些希望 或者是說還有一些 什麼做法可以去避開 或者是說變成是一些 有限的戰爭的方式 然後來去為我們大家 走一個比較好的路 這樣子 這個也是很大的問題 這個 我先這樣講 中國跟美國之間的鬥爭 他們這兩個大國的鬥爭 就是所謂G2的兩大鬥爭 這個鬥爭就是所謂的有 這個修西里德陷阱 它一定是終將一戰 因為事實上只能夠 一個強國 那我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全世界真正的最大最大的強國 是美國 那美國的軍事預算一年 大概有七千多億 七千多億 它是從第二名到十五名 加起來的總和跟它一樣多 所以在美國多強 你就可以知道了 這是第一個 在軍事上 那美國統治這個統治世界 它靠的 根據大陸學者講法 也加上我自己個人意見 它靠四個工具 在管統治這個世界 第一個工具是什麼東西 就是它的科技 美國的科技 它的科技叫商業跟經濟的 商業跟軍用用途的科技 它科技全球第一 第二個 美國靠的什麼東西 靠它的金融 它的ManyTech 美國的金融跟力量跟它的科技 這兩個 就是科技跟金融的遊戲規則的制定者 美國是這個 rule of game 這個遊戲規則的制定者 這是美國最 它一定要掌握這兩件事情 因為它印美超 它決定印美超就是要印多少 它要決定你在全世界的 這個所謂的這種 外匯的管理的方式等等 就它來管理的 所以這兩件事情 所以它跟中國之間的 直接衝突這兩個衝突 一個就是說你的科技的發展 要經過我的支配 我的同意才能發展 還有第二個就是 我們現在報道上很少看到的 其實是所謂的市場准入 什麼市場准入 銀行 它的美國銀行要大量的進入中國 內地的本身的市場 這個部分 現在其實中國有答應 但是有很多的抗拒 那第三個東西就是 我剛才講的軍事 它的絕對的優勢 因為美國有七千多億美金的 每年國防預算 它的軍事的科技 也是完全超越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根本不是它的對手 但是未來的戰爭形態會改變 那第四個是大陸選手 還有另外一個強法 它有第四條腿 就是它的好萊塢 因為好萊塢是很重要的 是什麼 就是全球的文化話語權 你要玩什麼東西 你要唱什麼歌 你要演什麼電影 它的好萊塢的奧斯卡 它就決定了文化的話語權 所以美國用這四個東西 來管理全世界 那中國現在在這個時候 來講的話 興起了跟它是在對抗的關係 但中國的實力到底夠不夠 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夠超越美國 那中國人的夢 可是現在有一個問題發生了 當川普提出來說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這個時候叫什麼 叫做美國民族主義 對不對 那習近平講什麼 習近平講說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對不對 這叫什麼 這也叫民族主義 所以兩個民族主義的直接衝撞情況之下 勢必產生衝突 那現在問題是衝突 因為兩個都是永和大國 他們可能不至於會用這個 核子的武器的大戰的可能性 但是不要忘記 全世界最喜歡打仗 而打仗技術最好的國家跟軍隊是美軍 美軍每天在想辦法怎麼樣 找機會去來整中國的國家 或找他的麻煩 那台灣是什麼位置 我現在這樣講 台灣如果今年的選舉結果 你剛講五年之內打台灣 如果今年選舉的結果不理想的話 可能不是五年 是五年短的時間 因為我們現在蔡英文政府 所實行的政策 叫什麼東西 就是軍事的邊緣理論 這個學術上叫做brickmanship 就是我一直把你台灣的國家的力量 要推向要激入老共 跟老共要在戰爭邊緣 因為蔡英文政府用這種方式 才能夠達到激入老共 然後跟親美仇中的這個政策目的 但這個目的情況之下 他有可能會獲得這個 在戰術上跟戰略上 取得選票上的勝利 所以我們今年的2020選舉 其實某一定程度來看的話 是一個戰爭與和平的選項 因為中國大陸內部也有很多問題 那所謂戰爭的問題 並不是說民進黨開始看到有核子大戰 並沒有那麼可怕 可是它會有非常多不停的戰爭 因為台灣目前的政府 我必須要很坦白講 本人現在是民進黨黨籍 我也確定中 可是我要講真話 因為民進黨在主張台獨 對不對 可是主張台獨的時候 奇怪的事情 他現在反對何呢 因為你要知道 台灣的任何人員 包括我們的煤 儲存的煤 我們的煤跟天然氣 最長時間過超過三個月 如果中共開始用所謂的 用這種水上封鎖的方式的話 我不可能撐三個月 這是第一個 它不用動 它只要一定程度的封鎖 我們商業上就有很大的損失 如果我在講軍事 當然那個可能性目前不存在 第二個東西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核能 我們沒有核能 沒有幹線人員 我們沒有長期跟中共作戰的條件跟能力 你知道嗎 那民進黨政府 居然是一個主張台獨政府 台灣人要勇敢的台灣人 結果居然這次來講的話 沒有核能的準備 這是非常荒謬一件事情 更何況核子的研究的 另外一個方面來講的話 我們現在有一個國家 非核能國家 叫日本 但你相信嗎 如果日本要發展核子武器的話 它的時間是用月來計算 它在幾個月以內 它就可以發展核待 一點問題都沒有 那台灣這方面完全放棄 這是民進黨政府完全放棄 第二個部分是什麼 我們的募兵制 如果我們要主張台獨的話 我們的年輕人一定要去當兵 結果我們的現在是用募兵制 募兵制 那以色列是連女生都要當兵 多勇敢 你要愛國 你要台獨 你要建國這個事情 是一個非常高貴的 有道德感的事情 本來就應該出來當兵 結果民進黨政府 是主張台獨的政府 然後主張台獨的政府 是最容易跟中共 有一觸即發的可能性 然後我認為 在這個作戰的準備上面 是非常非常的落後 所以我希望 經由今年的選舉 在2020選舉的過程當中 在總統的辯論當中 把這些我們有疑惑的事情 一一請大家交代清楚 這個是我目前所看到的狀況 未來的發展 等到七月份 有候選人提出來之後 所以我們另外有個想法 希望用我們的平台 然後集合很多年輕人的力量 把年輕人的聲音展現出來 然後逼這些可惡的政客 但是沒辦法 他很偉大他當總統 對不對 請他們接受我們的意見 我們來逼他們 否則我們就不投票給他們 這是我目前在下階段 準備推動的運動 就是年輕人要站起來 推翻政府的運動 好 有哪一位 有哪一位 那個歡迎來問 請發問之前 如果你想要讓大家認識你的話 可以講一下你的YT的代號 我是Facebook的代號 吳東長你好 因為我聽您剛剛這個 說的話 好像跟柯皮前一陣子 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的論述是蠻接近的啦 就是說總統是應該要避站 那其實很多人的想法也是這樣 但是 他好像就被修理得很慘這樣子 那這個你有什麼看法 還有就是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現在蔡英文政府一直跟我們說 我們的經濟是歷年來最好 最好都好股市上萬年 但是我們的基層好像並沒有感受到 那個景氣的復甦 這個您又有什麼看法這樣 因為柯皮講得太簡短 不是要避站 就是說我們本身要有條件 在中美兩大國家之間 採取一個一定的位置 我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台灣的一年國防預算 有三千多億台幣 然後美國一直希望我們再提高到 大概再增加一個百分點 比如說要恢復到大概是 一百五十億美金左右 這是美國希望我們要求的事情 這四千五百億台幣 所以台灣是一個中型強國 大家不要認為我們台灣很小 台灣是很強的國家 台灣是很有力量的國家 我們有十幾萬的陸軍 我們各方面 我們在亞洲的軍力遠超過於菲律賓 我們比越南 比軍隊來講話 我們不輸給越南 但是因為我們台灣人不談這個東西 而且我們歷年來的民進黨政府 是對國軍是屬於比較瞧不起的 或是比較冷落的 所以這方面就變成為誰而戰 或是為何而戰的事情 講不清楚 因為國家戰略不清楚 到底我們是要建立台灣共和國 還是我們要談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 這個定義要先搞清楚 我們一直在二十年來 糾葛在這個統獨 跟這個主權定位的糾葛當中 所以講不清楚 這講不清楚就變成一個什麼 我想講一個最簡單的事情 北京當局 不管你用再好態度對付他 他還是有他基本的論調 他從1949年以來 他要併吞台灣 他不會改變的 所以可是他逼於形勢情況之下 因為他有美國壓力 他不是因為怕你台灣 他是因為有美國壓力的情況之下 他必須要取得一個妥協點 所以柯比講的避戰是對的 那避戰的方式不是避戰 是說我們要利用中美之間的國家的矛盾 因為矛盾裡面有很多種 有貿易的矛盾 有科技的矛盾 有金融的矛盾 還有軍事的矛盾 我們是一個很大型的 一個很中型的一個強國 一年有幾千億的國軍預算 是很大的一個非常強的一個國家 然後這個東西 確實可以讓北京感冒 頭痛的 但拿這個東西 是不是去交換到 對我們更好的商業的未來的可能性 這是一個思維方式 所以柯比沒有把這個講清楚 我覺得柯比應該要向下再論述一下 但第二個你剛剛講的就是說 我們的政府現在講說經濟開始要改好 其實很簡單一個道理 我們現在的政府 對突然間的這個世界的市局的經濟變化 並沒有預判能力 也沒有真正的規劃能力 這是跟著新聞在走的 所以為什麼我提到說 最重要的問題是 我們現在目前台灣的GDP 總共是一個人是兩萬五千塊錢左右 那韓國是三萬兩千塊錢 我們輸給韓國大概六千塊 輸給韓國六千塊 那韓國是大型經濟 韓國三星是全世界級的公司 所以韓國它L型的情況非常嚴重 它的貧富差距也嚴重 所以韓國的年輕人實驗率也非常高 非常非常高 所以那是它的國家的社會安定性的問題 但是以國力而言的話 它是要比我們在成長的 為什麼要比我們成長 一個道理就好 它的高科技產業跟我們完全重疊 完全跟我們覆蓋 跟我們完全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它有決定優勢已經出現了 台灣沒有這個優勢 我講一件事情 在4月20號的時候 2019年的4月20號的時候 文在寅總統跑去參觀三星建築公司 他在宣布韓國要在2030年 以前投資1,150億美金 要打造一個全世界第一大的晶圓代工廠 韓國就是要一口氣把我們的台積電幹掛 台灣政府沒有反應 我們的台灣政府 蔡英文或是賴清德院長 當年經常去台積電去減採去演講 但是到韓國人開始已經提出這個 提出預算 要跟你台積電競爭的時候 我們台灣政府一點反應都沒有 這就是我們台灣政府的問題 所以我現在就回到一個概念 如果說今天不管總統是誰 但是郭台銘的這個論述 如果能夠被各黨來接受的話 就是在這個中美貿易之間 我們找到一個空間 然後主要是幹什麼呢 就是要提高製造業 因為台灣現在是一個所謂服務業導向的國家 我們的GDP的70%的服務業太高了 然後我們的40%是外銷產品 外銷產品內容並沒有改變 所以如果說能夠有一個新的產業的 一個革新的可能性的話 最重要的不是你的感受問題 最重要的問題是告別25K跟30K的問題 是低薪問題 這個低薪問題如果沒有從製造業開始 根本上去改善的話 提高收入提高所謂的邊際效益的話 那你永遠就在7-11上班 永遠會在早餐店打工 這個國家的命運 就一直在這個低谷裡面排權 所以我認為要這一次2020有個機會 現在我看到了好像這個郭台銘有可能 是一個像那種鯨魚效應 會刺激其他候選人 刺激出來的話我倒認為說 有可能兩黨的候選人 如果都形成共識的話 能夠利用中美貿易大戰之際 建立一個新的產業體系 我剛剛講的新的產業體系 只有這個產業體系 請他們再大量投資台灣的情況之下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基本工資 做我們的最低的薪資才會成功 我跟柯比講過一句話很簡單 我說你們台大醫院的學生 讀了7年畢業出來以後 當了實習大夫出來上班的 第一月薪水多少錢你知道嗎 他們一個月薪水十萬塊錢 為什麼台大醫院可以拿十萬塊錢的薪水 因為它的產值比較高 那我們其他行業為什麼有那麼高的產值呢 因為我們的競爭力衰退了 為什麼競爭力衰退呢 因為我們的政府過去二十年的政策 讓我們的產業經濟全數的競爭力下滑 我們的產業競爭力沒有競爭力啊 過去二十年台灣沒有新的產品 說我的產品全世界獨固的 沒有這種東西出來 沒有製造業 所以這二十年來還有剛剛我提到的 開始提到的 又騙了我們很多年輕人 二十到四十歲的年輕人 現在都支持科批嘛 為什麼支持科批 因為這二十到四十歲的年輕人 是剛剛好被國民黨跟民進黨政府 過去二十年所坑殺的 會陷害的一批年輕人 因為這批年輕人在進大學的時候 八分可以進大學 然後老師看學生當了ATM 老師不當學生 就是白癡進去讀大學 白癡畢業 畢業出來之後 然後還很熱心的介紹他一個學貸 每一個人欠四十萬 所以四十萬之後 美其民是幫你忙 結果我有碰到那種十年學貸還不掉的 他在幹什麼 他在Seven上班 他在早餐店上班 所以誰害了我們年輕人 是政府害了我們年輕人 你開放一大堆爛大學 讓大家都有虛榮心去練大學 練完之後找不到工作 那為什麼找不到工作 因為我們的產業升級全面失敗 產業升級失敗的情況之下 沒有人投資製造業了 就找不到好工作 沒有高薪水的工作 所以低薪才是年輕人的大問題 那低薪的問題在什麼東西 在產業升級的基礎面 一定要有比較製造業 跟美國一樣 我們台灣要有新高科技的製造業 才能夠把薪水全面提高 好 現場太長了 沒關係 你可以請坐一下 太嚴肅了 是不是 那我們還有哪一位 我們現場有一個彩蛋 大家有看到童童葉議員嗎 有 有 OK 那童葉議員 你要跟董事長對話一下 好 好 我沒看到 金色力量的代表 金色力量 這跟我們 大家是 大家是好朋友 我們也去美國 其實這一份民調 我看我覺得這一份是很有價值的一個民調 那也 看得出來台北市選民的素質相當高 那我想要請教董事長就是說 這一份民調 因為很多 因為台北市選民高 很多的現象會在台北市顯出來 那這有沒有可能成為一個全台灣的現象 那 我順道要問的就是說 之前在民進黨 他們一直在搶第二 那現在 在台北市這裡已經看到 第二幾乎已經穩固 那如果成為一個全台灣的現象 那柯文哲宣布參選 的一個時機 他應該做怎麼樣的思考 是不是在 真的等 國民黨跟民進黨人選都出來 真的等天使地利任何 那個時候會來得及嗎 以這個民調來看 因為 這個民調很多很有價值的東西 包括 因為這個民調來看的話 幾乎 柯文哲變成韓國瑜的救星了 韓國瑜 出來要有希望 要柯文哲出來選 那柯文哲如果把時間壓到那個後面的話 那 那這樣好嗎 那 這份民調我們還看到很多的東西 包括 一個網路力量的可怕 一個征服宇宙 那所有的枯手出來之後 韓國瑜可以起來很快 他可以70天90天起來 他要倒 可以大概兩個禮拜也可以倒 那 整個的郭台銘因為大企業家嘛 有錢有事有經費 那我們也知道他的幕僚團隊相當強 他現在打得也相當有步驟 再加上這整個國際關係這個中美貿易戰 當然 我是最不希望郭台銘出來選 真的選上台灣總統 因為如果郭台銘當選 我賭定要被關七年半 如果助理費被查的時候 就是我在弄郭台銘的三窗案 那我的助理費的案子 是嚴大合親自蓋章 嚴大合那不是以章什麼章耶 結果那個時候特徵組長是蓋以章 嚴大合自己蓋章 我說再怎麼樣 我一定要發動大家來挺韓國瑜 拜託 在柯文者還沒有確定要選之前 柯文先挺韓國瑜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沒有 我先 你的第二位 因為郭台銘的問題我沒有辦法回答 因為坐牢常對你們講的話 你第一人說你不是大問題的 但是我認為說這個是這樣子 是不是先行指標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議題的 就是說這個民調是不是先行指標 那現在我講坦白的 就是說我認為在幾個候選人裡面 有具體提出政見的 因為我現在講比較可圈可點的 就是你不喜歡的郭台銘 因為郭台銘你剛剛講 可能是幕僚很強的 第一個他提出來了 在重構美國供應鏈當中 找到台灣的新的製造業的機會 這個我們蔡英文政府沒有提出來 然後這個我很清楚的知道說 這個是對的事情 就是美國會重新建立一個新的體系 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完全崭新的未來 在你們在座的年齡你們是看得到的 你們可以從裡面得到收入的 這是一個可能性 那這個裡面的可能性呢 我講一個具體的數字好了 我問一個高科技的 我的同學一位專家 他跟我說台灣全世界半導體 一年的產值總產值5000億美金 那台灣目前有一個公司 這是台積電 它是唯一獨步全球 是全世界第一名的一個晶圓代工廠 可是你剛剛提到的 韓國人想要來打擊它 想要勝過它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 未來明年是一個機緣 是在中美貿易戰中取得一個妥協位置 可以讓我們的台積電 經由更龐大的力量 來成立跟三星來做對抗的話 那我GDP就會從現在的金額的 半導體的生產量 大概到2000到3000億左右 台灣現在印田多少的GDP 大概5000億 所以我們光是一個產業鏈下來 就可以大概滿足2000到3000億 那如果是做這種高附加價值產業的話 當然你也要注意 我剛剛提到 它不是光是IC的方角而已 它是後面很多產品會跟進 因為很多自動化 AI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是 美國重建供應鏈的同時 它是很簡單 就是不准去中國 那你的高科技技術不准放在中國 台灣是它可以相信的國家 日本可以相信的國家 韓國可以相信的國家 所以這是一個產業布局的新的開始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來講很糟糕 提到內閣制的 也是你不喜歡的郭台銘 因為內閣制也是台灣的大問題 因為台灣最大的問題是 台灣選出一堆立法委員非常優秀 但立法委員每天怎麼工作呢 立法委員每天工作是找官員的麻煩 所以立法委員跟行政院 即使是同黨之間 它都不斷的製造衝突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去找民進黨的行政部門的麻煩 這也是今天有看到的現象 大家也有看到了 民進黨的行政部門的中華郵局的總經理 去罵跟張宏志 跑去罵民進黨立法委員是蟑螂 這也是台灣的怪異現象 也就是說這個結構有問題 立法委員的力量應該放在幫助國家進步 結果立法委員現在力量大部分的時間 在找國家麻煩 所以如果把這個負面力量 轉成到正面力量的話 就有一種制度可以學習的 就是日本的內閣制 因為他立法委員可以當部長 他不會找他 他不希望每天急著去開記者會 每天做秀 這是內閣制的好處 所以我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看到了你提到的就是說 討厭的郭台銘 他大概提出兩件這個事情 你剛剛提到柯P的問題 我這樣講 我非常鼓勵柯P出來主黨 因為柯P現在最大 柯P是穩定的台灣 20到40歲 穩定20% 不管怎麼動 他穩定20% 他如果不選他是最大 如果柯P不選的話 柯P決定支持誰 這個人就會當總統 假設柯P不選 那柯P是最大 假設柯P選的話 我認為一定要組黨 要找我們議員 這種優秀的人 去快點幫他組黨 為什麼要組黨 你知道嗎 我們記不記得去年的 1124的最後一天晚上 我幫柯P 我是歐驗他的 我支援他的 我贊助他 幫他做滾動式民調 前三天的時候 跟金手中打成完全重疊 就是平手 柯P是輸掉 我通知柯P 我說欸 我民調給他看 我說DJI輸呢 魔法公兵他出力了 所以我跑去電視台講說 我被托夢 說柯P輸了 所以我怕NCC來處罰我 因為那時候會被 違反 平常被告 妨礙民意沒關係 違反 違反那個 那個選爸爸要坐牢的 對不對 所以我就拚著坐牢的危機 跟他拚了 結果柯P最後一天拉回來 我們喊話以後 第二天柯P那個 就看姚文智首21拍 這樣這樣這樣 這樣到最後17拍 我講這個例子什麼意思呢 柯P如果現在快點組黨 快點組立委很重要 一定要有立委出來幫他 在全省 起碼每縣市要有一刻以上 那立委可以幫他 顧那個伴 沒有你最後一天 最後三天 藍綠各自回流的時候 你就完蛋了 就白忙一場 你知道嗎 所以柯P如果這一次他不組黨 他現在不快點做這個事情的話 他一直在等時間的話 那個機會是流逝的 但他不阻擋 他要阻擋 開始有動作 講難聽一點啦 就 我就 我不運作的話 也要逼著你們這個 藍綠兩個爛黨的政客 來跟我談判吧 我起碼可以要求說 我們幫年輕人爭取一些福利 舉例上講 學代全免 對不對 我要求這個事情 大家不要假笑 我現在學代英老千不要給 然後重新大赦天下 幫年輕人早出入 李柯P有責任要幹這個事情 他不能每天一天到晚 跟他拆壁如 兩個主仆二人行走江湖 會越晃越近 每天都賣 我們不夠差 對不對 其實壁如也說得不錯 對不對 我們都交情很好 但這個事情 是一個很重大政治決定 我認為議員跟我們都應該要 快點鼓勵他 不用再拖路 明天就喊下去就好了 先喊先贏 然後因為這個是選總統 你知道嗎 叫九五之尊 最重要是什麼事情 不是說你也拎不拎 是你有叫小沒叫小 說什麼 你有當沒當 屋子家這種人就是有膽的 就跟你拚 坐牢不怕 他就常常問你怎麼不去走這裡 柯P問我這個問題 問我很多次 問我為什麼不怕蔡英文 我怕我就不出來了 所以台大醫學院教授 有一個知識分子的那個壓力跟包袱 你知道嗎 他那個臨門一腳 他跨不出來 他很害怕 他怕落地 其實他一天到晚 昨天找一些人家 你知道嗎 什麼親民黨黨主席 整天就說人家 找一些人家 找一些有的沒的 去生來生去 那都沒有用 講真的沒有用 就靠自己 臉書上公布 老子跟你幹 我現在組黨 組個什麼黨 海盜黨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啊 對不對 管他什麼黨 就跟他拚了 柯P不敢拚 我們來逼他 快點叫他下海 我說我的你有在事嗎 你有在事嗎 我沒有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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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沒在事 還有沒有 哪有 我咧 來 董事長你好 然後我針對的問題 主要是針對台灣內部 做全民分裂的問題 因為我從小就有看政治 然後我曾經很小的時候 有看過網路上 就是有人會針對一些過去台灣的歷史 就是會做變改 然後把這個訊息告訴給大家 然後我自己是 事後有查證很多書籍 然後不管是 國民黨或民進黨都有這些 在網路上的這一類的做 然後造成大家彼此 今天在族群認同上很嚴重的對議 甚至仇視 或是完全 完全的就是覺得說 根本就是 他好像是局外人 我們不是活在這個島上的人一樣 然後想說 請問董事長 對台灣現狀的這個 這個問理有什麼看法 會有什麼未來的解決 要仇恨 所以民進黨當時的初期 是用仇恨動員 用仇恨動員我們取得了政權 我還是 我還是用 我就是民進黨取得了政權 這當時是屢端故事 所以在民進黨 228的這些 所謂的反對黨 剛開始 又經過了 這個 好幾次的白色恐怖的傷害 然後呢 這個政黨形成了 這個政黨形成了 經過鬥爭的過程當中 到了執政黨 可是他們發現 這個仇恨動員這個事情 比較容易成功 所以我們不要改變 就保持仇恨動員 但現在發現仇恨動員 不是只有台灣在搞 我發覺 川普也在搞 對不對 所以全世界在搞 可是台灣很特殊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故事 講我個人就好 我本身是外省第二代 我的父母親 我父親是軍人 我母親是小學老師 公務員此地 然後我們從 我是在台灣生的 我在高雄鋼餐生的 然後呢 我是鋼餐出生的 算台灣小孩 算外省小孩 然後呢 我們有一種 就是我在有一年 我當兵那一年 4月5號我記得好清楚 那一年蔣介石過世 蔣介石過世的時候呢 我發現兩個現象 台灣有一種人在放鞭炮 放鞭炮 因為我阿公去給你 總該做台式了嘛 我放鞭炮應該的嘛 這我完少人 你說我有仇嘛 對不對 所以這一種死官 他很高興 蔣介石死掉了 那另外一種人呢 就好像說我父親那一輩子 他們是外省老兵 他們跪在地上哭啊 蔣介石好帶來了 這個我蔣介石死得很傷心 剛才雲老伯去趕快 對不對 我是沒有哭啦 我是調皮搗蛋的 玩的時間都不夠管這個 結果講什麼意思呢 有兩種死官 一種死官是說看到蔣介石會哭 死亡會 去世會哭 另外一種看蔣介石去世的時候 放鞭炮 這兩種人都是什麼人 都是台灣人 都是台灣人喔 那我們現在的政府 三十年二十年下來 沒有把這兩種台灣人的情感 跟歷史的仇恨 把它做出一個適當的處理 跟所謂的內部大和解 沒有人做和解工作 那和解這個事情 首先你要有個基礎 你推動和解的人 你要有道德 我們有一個最有名的案例 我們從南非來看的話 那個所謂荼毒大毒教 他是個宗教家 他推動了南非的黑白之間的和解 那是了不起的工程 那也只有宗教家才做得到 因為他沒有實行 那我們台灣的講的那個叫做 什麼委員會 那個叫什麼 那個 處長會 那個 什麼 處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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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促進什麼 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 那轉型正義這個事情 本身就是一個非常麻煩和艱辛的工作 因為我剛剛講的 這有兩種不同的背景 跟兩種不同的人生的體驗的人 同時活在這個島上 我們對我們的人生都有不同的定義 那完全不同定義的人 你要怎麼樣共同生活 可是共同生活是我們無法選擇的一件事情 那怎麼辦 那我們政客在選舉的時候 他就不但不解決這個問題 他撩拨這個問題 他在山口上撒鹽 因為用這種方式 得取得動員的成本是最低的 所以我們在這一波的總統裡面 我看是沒機會了 一定 我看沒有 我本來是希望說 看看有沒有可能出現一個 像柯 我本來期待柯P 因為柯P是 他228背景 他是唯一沒有政黨背景的人 然後他跟這些的 過去的長久沒有仇恨 他沒有像張天青那麼仇恨 張天青有沒有那麼仇恨 張天青是我公司以前的法律顧問 其實他沒有仇恨的 可是因為他是很晚才參加民進黨 他沒有跟國民黨鬥爭 我們很早參加民進黨 所以我們跟民進黨 跟國民黨鬥了很久了 當我跟國民黨打仗打了十次以後 那個仇恨就算了 就和解了 因為我贏過你你也贏過我 大家都有輸贏過 你把我打 你把我打 我也打給你真 自然而言 那個仇恨就慢慢慢慢就開始消失了 那一些新進來的人 他認為那個仇恨是他的一個 symbol 是他一個指標 是他一個象徵意義 他會去挑動這個東西 是現在我們碰到一個比較更惡劣的現象 所以台灣內部需要一個政治 跟歷史上的一個大和解 那這個大和解的 唯一能做這個事情的人 其實就是總統當選人 但我們是總統當選人 很抱歉搞了處長會 搞了大家東場 所以他沒有概念 我們這個總統沒有概念 因為他是有錢人家子女 他不知道這個是台灣歷史的痛 然後這個歷史的痛 要有很大的愛才能夠解決 當然這個愛也不是韓國語的 那個愛與包容 韓國語肯定他不懂這一套 我現在這樣非常肯定 所以我把這個背景跟你解釋 這個事情沒有這樣的答案 很抱歉 好 我們還有哪一位 來 那來 謝謝 謝謝 武總 大家好 我是瓜毅 我不認同武哲家董事長的一個點就是 不是年輕人看不到未來 是台灣的未來年輕人看不到 因為自己人稱自己負責 台灣失落二十年 沒有人規劃二零二零 要為未來台灣的二十五十一百年做規劃 要留下什麼 不是留下什麼 莫名其妙的政治文化跟負債 歐美的文化就是好的規劃 不會因為政黨人替而推翻 希望二零二零 台灣是未來兩千三百萬人選擇的 希望可以讓台灣走更好 謝謝 我同意啊 我也同意你這個期待 我沒有反對這個期待 但是我要講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因為這二十年來的事情發生 就是我們政府的錯誤的政策 我剛剛講兩個錯誤政策 一個是教育政策的錯誤 讓我們大量的開闢的大學 讓我們大量的學生 沒有必要進大學的學生 而且我懷疑我在統計 在這些進入大學的學生 他們的家庭背景 有些是屬於可能是 父母親是屬於比較辛苦的一群 然後他進到大學之後 然後他為了要解 他又背了一個血債 所以變成一個階級上的一個負流動 我現在談了這個 然後呢 這個階級上的一個負流動呢 它停滯了 向下 然後我們的產業升級部分呢 又落後了 因為我們跟老共要維持緊張關係 所以我們市場要在過去三年中 跟中共要停止市場 停止市場的發展 所以有一連串的政治人物或政府的錯誤 讓我們這20到40歲的年輕人 失去競爭力 我要講的是這個 並不是說年輕人不努力 因為他等於說 他有一個遊戲規則把你畫好在那邊 他像走一個迷宮一樣 年輕人都走到這個迷宮裡面 我又莫名其妙讀了四年大學 莫名其妙我借了學代 我爸媽媽媽還在菜市場賣菜 然後我為了要幫忙 因為我要多元教學 我要進台大的話我要學拉小提琴 我要去學棋 我要去學彈鋼琴 我沒有錢去補習啊 所以我怎麼辦呢 所以最後我要念大學 沒關係啦 有分數來就好會不會當你 就會被人浪費四年時間去讀了沒有用的大學 然後去背著四十萬的學債 然後背著四十萬的學債 讓他將來買房子的時間延後可能十年 再一轉眼就四十歲了 那這個四十歲的人呢 會怎麼辦呢 我們只不過在2014年很勇敢的奮力的投出一票 把這個國民黨推翻了 把柯P推上去了 所以我們是有力量的 但我們要提出具體的主張 我並不是說是說 因為你不能把這個壓力 全部放在年輕人身上 我剛剛講的政策這個事情 是有加害者 我現在講比較坦白一點 是有人犯了錯誤 是有加害者 導致我們有一批被害者 年輕人身為被害者 而溫水煮清化而不自知 你知道嗎 而且更糟糕的就是說 我如果這個論述如果對的話 就有人會負責 那負責是負責什麼事情呢 就要具體的行為 就要具體的措施來幫年輕人 那你不能說年輕人自己 喜歡當啃老族 喜歡在家裡面打電動 那個是環境造成的 但是政府本來就是要 去面對到我們自己國家的未來 瞭解這些的政策的每一個的 可能發生的那個功能性 它要去做規劃 現在目前我們過去看到 台灣20年的政府 沒有任何一個政府 有在替台灣的年輕人 做徹底的規劃工作 這是我看到的 非常惡劣的一個現象 然後柯P 第一我報告到很多次 我跟他講說 台北市長他不能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一直在希望說 未來八個月當中 大家來歧視網易 我認為說我們可以提出一些看法 好的 好 不好意思 請問時間關於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好 謝謝 董事長你好 你剛剛有講到說 美國其實是按照的 是科技 金融 軍事跟文化 來統治這個世界 其中前面兩項 科技跟金融 其實就是他們的 主要的經濟的基礎 講白話你就是用貨幣 貨幣去影響這整個世界 用美金去影響這整個世界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像台灣其實我個人的看法 我們目前就是過去20年 我們台灣在貨幣政策 這個東西是有困境的 因為我們長期都是以出口導向 所以我們央行呢 喜歡利用貶值 台幣貶值 印鈔票的方式 那補助 我們讓我們的貨幣可以賣得比較便宜 比較具有競爭力 可是這個方法呢 會讓我們造成是我們的物價會上漲 而且我們的 讓我們的那個 因為印鈔票印得太多嘛 資金氾濫 所以大家都跑去投資房地產 然後 反而是類似像 把我們眾人的錢 然後去補助 我們的整個出口產業 可是 這樣子也會讓我們出口產業的競爭力 因為我們有收到補助 我們就多了3%的利潤 那我們就 沒關係 慢慢地做 可是我是說 在這過程中 其實 我坦白地說 我個人認為 現在誰來喊口號說 他們的那個 財經 那個 經濟要改革 可是如果說 這個貨幣政策 它沒有改革的時候 它還是一直維持這種 這種 補貼的政策 然後一直貶值的政策 其實我們台灣的 買東西 就是無法升級 不過舉一個例子 就好 就相當於說 我們今天 如果每年補貼是3%好了 或到5% 那我們實質的貶值 比率是1.05% 那乘上20倍 因為過去已經持續了20次房 除上我們實質所得 因為每個人都打95折 0.95%除上20倍 其實我們這樣子 一來一往 其實我們的薪水貶值 其實貶得到7.42倍 有時候我們可以自己想像說 我們在2000年的時候 1996年的時候 海北市的房價 三四平房子 可能是六七百萬 那可是現在呢 我們這三千多萬 四千多萬 其實都是常常看得到的 換句話說 然後我們真正的問題是 若再次我們今天 這個截貧 到尤其是利用類似像 金融的貨幣的政策 去影響這個整個台灣 如果我是幕僚的話 我會想一個想法 就是說 如果我們台灣的政策 我們不要一直補貼 把它維持中立 假設我們今天一來一往 我們從1.0 原本補助的是5% 那我們實質變成1的話 那我們實質所得 相當於又多了5% 是一來一往其實是10% 相當於我們是 那我們的年輕人呢 或是勞工階層呢 其實多了10%的薪水 那這是我的意見 那請董事長 你有沒有什麼看法 對於台灣的貨幣政策 未來該怎麼走 有沒有什麼想法 哇 你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考倒我了 不是 因為首先第一個 我必須要承認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當然本來租稅本身就是 政府所運用的工具 那我認為說 台灣因為是一個 所謂的這個叫做 維基社會 所以我們長期 有一個基本原則 就是穩定 所以我們不管怎麼做 就是穩定 我們有 台灣是一個全世界 外匯全體高全體的國家 對不對 可是台灣不跟國家 國際借錢 所以我們的信用非常好 可是我們不借錢 那信用好幹什麼 信用好本來就是舉債嘛 台灣不借錢 因為我們怕 台灣擔心 但是因為我們的國際地位 太脆弱 所以有很多事情都很害怕 我們除了建軍的害怕 除了貿易的害怕 包括外交上的困難等等 所以它是長期是 主在一個叫做 保守的一個政策的一個處理 然後第二個呢 讓你可能聽得不高興的話 還有一個 他們是跟財團有明顯的關係 這一點我理解你的 因為我們從政治哲學 從上層看的時候 就知道 一個很抱歉的事情 就是一個國家要建設的時候 那國家確實要跟財團合作 那你國家要跟財團合作 這就是為什麼說 這個有這個 你看鄧小平當年的 當一少部分人富起來 這就是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的精神就不談到公平性了 不談到社會主義的人道關懷了 所以台灣是一個假的社會主義國家 我們有非常好的健保制度 我們有被擠牙膏的過程當中 不斷地釋放出很多 靈心而片段的所謂的福利政策 我們近老年金 老龍津貼 我們的長照 那都是被擠牙膏起出來的 所以國家是一直困難一直困難 因為選舉的制度 找不到一個比較中長期的看法 所以那這個時候呢 你光看中央銀行總裁 中央銀行的董事會的成員裡面 他們就有一些財團介入 你就知道說 那這些財團 他們在做所謂的上層的分配的時候 它有分配去嗎 那這個美其民的結果 就是必須要跟財團合作 然後必須要維持這個 所謂的危機國家的安定性 這要處在這個領域 我的觀察是如此 但是我沒有解決方案 因為我不是這個領域的 抱歉 OK 聊天室說 要請你上個立台 好 那如果請 我們最後不好意思 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請最後一位白友 市長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那個 關於那個 我們總統制的內閣制的問題 因為柯P曾經說過 這個國家最大的問題是 不是它是一台車子 可能有問題 不是那個 上面開的人 換了好幾個人 可是 還是一樣 就是還是出了車禍 那我 我最早聽到您講 那個關於內閣制 是因為 在那個 光清節的廣播節目上面 提到這個 那 前面 一段陣子 那個馬英九也提出 他所謂 他認為應該是要總統制 甚至 他把他的總統制更 就是 他變成說 他連行政院長都不要了 那韓國瑜也講說 總統可不可以 兼任行政院長 那 我想問 我的問題是 那郭台銘也是說 他認 他贊同那個內閣制 那我想問的問題是說 那 在總統制跟內閣制 這 短時間內 都 在四年八年之內 都 不太可能 那麼快要那麼達到 那在如果說 在這四年八年之間 我們可能說 根據目前這個體制說 漸進式的 先 用一個比較緩和的解決方法 然後 在最後再過渡到總統制跟內閣制 因為總統制 如果說 不 去給他制衡的話 就是說 我們可能要重新 修憲說 要在三權分立上面 要重新再定定規則 那如果是 內閣制的話 那我們可能 我們要先去訓練選民說 不要再去選 那種 要里長型的立委之類的 像現在立委 為什麼會跟政府對抗 因為他最大原因就是 他要 兼顧他選區的選民嘛 那 還有 目前的立委的那個 席次的數量 也可能也不夠 到最後內閣制的時候 那個席次也不太夠 那請問一下你有什麼看法 這個問題是大災問的 我先第一個 譬如說 台灣的這個政府體制 確實有問題 這我們同意嗎 為什麼很簡單 因為中華民國憲法 是從這個國民黨政府 從大陸帶回來的 這個中華民國憲法 它的固有僵慾 包括什麼 外蒙新章等等 那跟我們 沒有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它這個制度本身 五權分立本身 就不是一個現代化的制度 而且因為這個 過去的這個總統關係 我們幾次修憲以後 變成今天這個怪現象 那第一個修憲的時候的目標 我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說總統執選 就1996年的總統執選 1996年總統執選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這個 朝野兩黨都有一個目標 什麼目標呢 就是獨立建國 就是我們要讓全世界知道 台灣人選出了自己的總統 所以代表台灣是一個 主權獨立國家 在民進黨內 在國民黨內高層都知道 我們自己選出一個總統 代表台灣的主權獨立 是一個獨立的象徵的意義 大於這個政府的制度的 運作的意義的功能 這兩件事是不一樣的 那因為這個制度開始之後 就會發現說 它是直接民選以後 它權力非常大 非常大之後 你沒有辦法說 直接民選 然後來選出一個 說是這個虛位總統 這個邏輯上有問題 在政治邏輯上有問題 但實際上 我們現在的操作已經出問題了 所以我們要兼顧到說 要有國家意識力的表徵 所以目前所有人談法 就是希望說我們局部修憲 局部修憲就是說 把現在的 講簡單幾件事情 還選舉制度不改變 但是根據中華美國憲法規定很清楚 就是行政院為政府 為國家權力機關 所以行政院長 確實是指揮百官的 也就是說總統是沒有權利 跟任何部長開會 所有權力在依照憲法 是由行政院長指揮 好了 那第二個問題就變成說 這個制度的運作方式在哪裡 我想最重要的問題 我們都不要談太多理論 就是說你今天台灣是一個 要有很多部長的國家 你要有很多部長 能幹的部長 我們現在我去 我們做了一個民調 調查了一個 所有的部長的知名度 有一個人叫沈龍金 我們查出來民眾給他的辨識度 只有0.8個百分點 就沒人知道他 沒有人知道說 他還知道他差鼻孔 差鼻孔發電 所以我們就發現 你想想看 你一個部長 要做好的部長 要推動政務 他有兩個條件 一個是國家給你的權利 第二個是你要有你的威望和形象 這不是說 我今天立的華 你給我 科幣派我去做官 我這個做好官 不是這樣子 要有個人的形象 所以他累積他民間的聲望 才能把這個事情走 所以要有兩個條件 他要有位子 把定權利 還有他自己個人的形象跟威望 所以這兩個事情怎麼來的呢 所以我們認為立法委員 所以如果我們內閣裡面有三分之一 可以從立法委員裡面徵求的話 可能可以解決問題 因此我認為很簡單 第一個你要推動 就是說立法委員可以幫部長 第二個你要讓行政院長可以 行政院長要恢復立法院統一權 那這樣立法委員就願意幹了 還有第三個更重要的 就是你總統的決心 其實說總統願意幹這個事情 並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我想很簡單 今年 今年我們現在開始如果推動一個公民投票 公投 說來一個叫做政府體制改造公投 我們要求公投一件事情 就是請我們的行政院長 要行使立法院統一權 這個老百姓怎麼贊成 大家幹嘛贊成 這個行政院長就在黑白牌 加上一個阿里夫妻 我要立法委員統一 然後第二個 立法委員要配套 你們可以來當部長嗎 我想這兩件事情下去就改了 所以其實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只要有一個總問題是 你有決心 我有決心 他有決心沒有用 因為我們是小老百姓 要誰有決心 要總統有決心 要由上而下的決心 才能夠推動菁英式的改造 這個事情在台灣的總統 目前所有在台面上的人 都還沒有提出這個想法 只有郭台銘提出內閣制 但他的方案我沒有看到 搞不好最後還會搞出來不一定 對不對 這個世界上充滿了奇蹟 好 今天為我們 今天我們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只能到這邊 我請大家都給大家一個鼓掌 謝謝大家今天 謝謝 今天今天超棒的 我們線上最高有到1600位 跟大家一起同在 大家的反應都是這場超棒的 尤其我覺得我們班友的水準超高 我實在是超驕傲的 這個我們絕對 遠勝 這不要哭 真的對我們的班友 真的感到非常非常的驕傲 真的非常謝謝大家 讓我有這個榮幸可以認識你們 真的我非常謝謝大家 那等一下我們 而且今天也讓我 經過了非常嚴苛的挑戰 回現在解釋 回到大家的問題 那 等一下是不是 大家我們 來個大額照 好嗎 好不好 那今天就非常謝謝大家 那 那個直播的大家 我們就先到這邊 我答應你們 剛剛我們那個蕭敏 那個我們班友的問題 一定全部減精華 好嗎 那 官長禮拜一要上字幕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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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那我們怎麼 大額照 來